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在Poly裡面針對面有幾個很好用的功能 來,假設我轉成Poly 然後,呃...如果我今天想做一個怪獸 我想要讓牠有角,可以嗎? 讓牠有角在這個地方 那在以往的話,你可能是要這樣做 你要先...先背蹦 然後旋轉 然後再背蹦 再旋轉 然後再背蹦 因為你要越來越小嘛 然後再旋轉 那也不要覺得很累 你們的前輩都是這樣來的 你們以前看的 所有的3D卡通都是這樣慢慢做出來的 啊,就是慢慢做 一直做到你要的為止嘛 那當然呢,實在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有比較快的方式 來看一下,這樣Poly裡面就不需要什麼類了 假設我先把那條線做出來 呃...我來個螺旋線 好,來個螺旋線 然後我把線齁,放在... 放在盡量大概正確的位置上 好,假設我想這樣子 好,類似這樣子一個角 好,轉正Poly之後選擇 你要做事情的那幾個面 好,那在面裡面呢 會有一個指令叫做 一出Along Sprite 擠出沿著線 好,有setting點setting 好,點完setting之後 你要先做 呃...這裡,pick 你要先去選線 點他,選線 就做囉 欸 不小心多選裡面 取消 好,我會多選到他咧 來 一出Along Sprite 然後,pick,選他嘛 好,擠出來了 擠出來了之後 好,當然你可以調分段數 你要多段一點 或少段一點 對不對 好,我先調多段一點 齁 然後呢,你可以跟他講 我要不要... 這個,這個... Curve 就是我要不要做一點 中間的放大縮小 我要不要做扭曲 齁 然後呢 呃...這個 我要不要最後的放大 或縮小呢 我最後讓他縮小一點 齁 欸 過頭了 呦...呼 好,這樣子 齁 然後一直做到你 滿意為止 對不對 齁 你想讓他轉也行啦 齁 一直做到你滿意為止 按OK OK 就做出來了 那是不是超快的 這要擠出 沿著 雲形線嘛 這裡 移出了Long Sprite 齁 這是一個 齁 那我們再繼續把 幾個好玩的講一講 那... 再來齁 因為我們講一個叫Bridge 以往 如果我今天有兩個物件 我想做一個像H這個形狀 那我是要把中間黏起來 中間黏起來的話 因為這兩個是不同的物件嘛 齁 我可以說 如果在以前Mesh 我做一次Mesh要做的事情 你先轉成Mesh 然後呢 你去Attach另外一個進來 Attach進來之後 你必須選擇這個面 然後你跟它講一觸 那一觸到這裡之後呢 這個面是不可以直接黏上去的 你直接用 點裡面的Well的Target 點它 拖曳給它 欸 不能黏了 呃 現在可以黏起來 等一下 這個可以黏起來 最後一點會黏不起來 喔 可以黏耶 好 好啦 那要進化了 好 沒關係 我講的意思是說 在以前是不能黏 不能黏是因為 這裡有個面 這裡有個面 那你如果把這兩個點黏起來 那那個面是會有問題 所以正常是要先把它給刪了 把它給刪了 對吧 就是你要先貫通嘛 再去黏 對吧 這是正常的做法是這樣子 好 那網渡我也回來一下 好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在Poly怎麼做 我把它轉成Poly 然後Attach另外一個進來 對吧 這次還是要做的事情 因為它是要同一個才可以 那Poly裡面就好玩了 選面 選面 這兩個面嘛 對不對 直接按一個指令 叫Bridge 橋 有setting.setting 橋 按下去就黏起來了 黏起來之後你可以跟它講 我要幾段 然後呢 我要不要鼓 欸對不起 這個好了 來 我要鼓起來或凹下去 都可以 然後呢 我要不要 twist 我要不要扭曲 全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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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了按OK 就做出來了 這 超簡單的 但是你要小心 你不要做 怪怪的事情 你家電腦做什麼 它都做給你 我剛剛選這個面 我選這個面 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做 可以 沒問題 齁 那你不要說 這樣子 我選這個面 跟這個面 可不可以做 蛤 可以做嗎 可以做什麼做 就彎過來再過來 它就插進去 所以這邊就跟各位講嘛 軟體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你腦袋會有問題 對不對 齁 你要是做出來怪怪的 那就已經跟你講 已經有預覽給你嘛 就 你就選不對 那你還要按OK 對不對 當然是你有問題 齁 但是其實它 軟體是可以很方便 讓你做這件事情的 對吧 齁 那這個就是bridge 齁 好 那 再來呢 呃 有兩個 蠻好玩的東西 齁 好 呃 一樣在poly裡面齁 一樣在poly裡面 來 那個如果把這個面給刪了 然後我再重新把這個面給補回來 不管用cap 或者是用create 補回來之後 你都會覺得這個面有點怪怪的 對吧 齁 那這是什麼東西不一樣 這是 平滑群組不一樣 那平滑群組是什麼 還記不記得之前我們在講 這個物件為什麼看起來是平滑 是因為 它有一個指令叫smooth 對不對 這個smooth其實並不是讓物件真的變平滑 它是填漸層色 讓它絕的像平滑 那我現在不勾smooth 意思就是我不填漸層色的意思 不填漸層色 你就覺得它是結晶狀 啊填漸層色 不填漸層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這是幹什麼 這就是很簡單 大家都填漸層色 它不填 對吧 那既然這樣就代表 我們可以自己控制什麼要填什麼不要填 那那個在哪裡 在poly裡面的面裡面 面裡面就會有 這裡 smoothing group 平滑群組 那你看一下 我選這個面 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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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這個面 沒有號 對吧 因為他新創的沒號 所以如果你想大家一樣 你是不是也選一號 欸 是不是就平滑了 對吧 反過來 你也可以跟他講 欸那我如果這個面 我不要一號 我要二號 這個面 我不要一號 我要二號 這個面 我不要一號 我要二號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大家都用一號的平滑 偏偏這六個 我還是有平滑 但是只有這六個 我自己平滑而已 所以他會變成這樣 這六個面還是有平滑 但是我跟你就是不一樣 就好像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 對不對 好啊就是平滑群組不一樣 那這 這什麼時候會用 有時候啦 有時候比較 遠一點 不是很細緻的模型 呃 例如說 汽車的板金 好 像這裡 這裡其實是同一個面 但是 這裡是跟這裡 好像就是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好 但其實是因為 曲度不一樣 但是在 在 比較偷懶的做法 我們直接讓 這邊的面都是一號 這邊給他二號 就好 我就讓 讓這一條 是二號 其他都是一號 那我就可以得到 像這樣嘛 大家都一號 啊就有一條是二號 那其實他 他就遠遠看起來 欸 怎麼好像 好像有一個面 在那個地方 但是其實他還是平滑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 smoothing group 做這件事情 所以來 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講 一出了 Long Sprite 還有 Smoothing group 還有 Bridge 這兩個 這三個功能 還有 好 這三個來 各位試一下